既然组成宇宙万伐的基本物质是空的 四大皆空是空的 所以档体皆空了不可得 那么它组成的这个现象哪里是真实的呢 当然不是真实的 那么组成最大的这个现象呢 就是世界 佛在经上书 世界极非世界世明世界 说一个最大说一个最小当中全部都包括了 这个里面所说的人 十法界一正庄严 不但是我们人世 四圣法界里面身闻云觉菩萨佛也不例外 都是不可得 相有其无 其确确实实没有的 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六欲 以梦欲为总 与欲为别 令人一闻 便明了 语言身之法 当体皆空 一切悲欢 利阔 恶势穷通 转眼成空 较无所得 若那迷恶势城市 计较分别 知者不识 真 痴人 说梦也 此际 正唤醒众生素菊儿 末后这一首记里面 一共说了六个比喻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不仅是比喻 实在说完全是四十 把它当作比喻来看 我们对于四十真相 环是有相当的距离 应当把它看作四十 梦有这桩四情 而决定不是真实 决定没有实体 不能说它有 也不能说它无 你说它无 它有相 你说它有档体界空 了不可得 那么我们事件现象 不但人事 六道 乃至于许法界 都是梦境 这个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唯一由超越许法界 随到一真法界 那么那个地方讲真 可见的许法界都不是真实 超越许法界 超越许法界之后 这才真得了真实 让人后 就是 from 孔 页 ļ 最代是真的 Elliott 就是迷惧 唯有义 是真的 这六个字 梦这个字是总数 换 泡 饮 都是比喻梦境不实在 都是形容这个梦 是虚假的 决定的不是真实的 这个路跟电呢 是比喻它存在时间的短暂 它不是永恒的存在 不是长时间的存在 而它存在时间之短 说实实在在的话呢 这个路跟电呢 都不能为比的 但是 佛在三千年前 说路跟闪电呢 因为大家平常都见到 知道这个世界呢 很短暂 容易 体会 所以 佛 不忘 身处说 知道 它是 很短暂的 那就算是不错了 那么 那么设计上 我们在前面经里面呢 详细的说明过 这里面最重要的 佛说微臣 即非微臣 世明微臣 这一句把这个物质现象讲的最彻底 最究竟 最究竟 微臣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科学里面发现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 就是说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设法界 一阵庄严 从哪里来的 我们现在都是晓得 这个基本粒子组合 而成的 基本粒子的性质是什么 你只要把它认识清楚了 你对于这个世界就明了了 这个东西在我们佛法里面讲 叫做四大 物质成为四大 四大是说 它有四大特性 在地水火风四个字来形容它 地就是它是一个物质 我们今天讲 它是个固体 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当然这是肉眼看不见 在这个高倍的行为镜下 看见了 那么它有温度 它有湿度 它温度呢 我们称它做火大 摄度称它做水大 所以这个水火是代表 它的特性 那么现在 这个科学里面呢 又称之为带地 带阴电 带阳电 阴电就是水大 阳电就是火大 那么还有一个风大 风大是表示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所以风是动的 那么这是基本物质 它有这么四个特性 所以四大界空 它不是真实的 既然组成 宇宙万伐的基本物质 是空的 四大界空 是空的 所以 档体界空 辽不可得 那么它组成的 这个现象 哪里是真实的呢 当然不是真实的 那么组成最大的 这个现象呢 就是世界 佛在经上书 世界 极非世界 世民世界 说一个最大 说一个最小 当中全部都包括 这个里面所说的人 十法界一正庄严 不但是我们人世 四圣法界里面 声闻云觉菩萨佛也不例外 都师 是不可得 相由 体悟 体确确是什么有点 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啊 阿弥陀佛